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很多年轻人爱吃鸡砖 却不知道鸡砖里边有宝贝 在料理机的时候 鸡砖里面有一层黄色的壳需要剥下来 这个壳就是宝贝,千万不要扔掉了 它是一味中药 也是特别好的日常保健品 而且作用广泛 单看鸡内鲸这个名字 就知道古人对它是非常重视的 不光是因为鸡内鲸颜色金黄 而是因为它的要用价值是比金字还要珍贵的 事实上,鸡内鲸也的确不辜负这个美名 鸡内鲸的主要作用 围绕着画鸡质进行 往小了说,它可以画石鸡 往大了说,它可以画结石 画鸡瘤,画囊肿 具体来讲 第一,鸡内鲸是鸡的脾胃 也就是鸡针里面那一层黄色的膜 皮煮韵化 脾胃本身就有韵化消磨的作用 所以鸡内鲸能消食画鸡 吃多了以后不消化 看到好吃的饭菜没有胃口 老一辈人叫石鸡了 这个时候可以把炒过的鸡内鲸 盐成粉末 拌在粥里喝 量不用多 三五克足矣 无论你是食欲不振 还是吃多了胃胀 胃不舒服 都可以吃上一点 第二,鸡是没有牙齿的 你看鸡整天在地上浊来浊去 什么穀物,虫子 砂石,铁块 只要进到嘴里 立马掉到胃里去 它不会像其他动物那样 细细咀嚼 所以鸡吃什么 都是葫芦吞枣的 全都丢给胃来消化 民国大医张希纯 在医学中中深析录里说 鸡内鲸 鸡之脾胃也 中有磁石 铜铁皆能消化 其善化淤积可之 用鸡内鲸不但能消脾胃之鸡 无论脏腑何处有机 鸡内鲸皆能消脂 这鸡内鲸连砂石铁块 都可以消化 可见 它化鸡质的作用 是非常突出的 消脂只不过是 它的一个小作用而已 鸡内鲸真正厉害的地方 在于它能把人体内的 一些结石给化掉 用法 去生鸡内鲸粉适量 每次服用三克 一日三次 其实不仅是结石 鸡内鲸对于一切肿块 都有软化的作用 乳腺增生的硬块 可以用它来化 肌瘤可以用它来化 囊肿也可以用它来化 推荐张希纯的李冲汤 生黄旗9克 荡参6克 白树6克 淮山药15克 天花粉12克 枝木12克 三棱9克 鹅树9克 生鸡内鲸 9克 打成粉末 融于汤药充服 鸡这种动物很神奇 它不光没有牙齿 它也没有小便 都是大小便一起排出来 古人看到这一点 认为鸡内鲸 有收敛固色的作用 可以把尿液收住 再通过大便排出体外 所以鸡内鲸来治疗遗尿 效果非常好 用的时候 取炒鸡内鲸粉5克 温开水送服 早晚各一次 除了上面这些 鸡内鲸 还有三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鸡内鲸 能治疗扁平油 扁平油这种东西 也跟机制有关 你看 扁平油又叫什么 坠油 坠 就是多余的 不需要的 正常来讲 这些垃圾 机制啊 应该被身体代谢掉 现在 反而都淤积在了皮肤表面 积成了一个一个小小的结 鸡内鲸 就可以给它散掉 1991年的 中国中药杂志中 记载了一个方法 是取鸡内鲸100克 百米醋300毫升 把鸡内鲸放到百米醋中 浸泡30个小时 然后用这个药液涂擦换处 每天三次 鸡内鲸还可以治疤秃 就是头发成块成块掉 民间俗称鬼剃头 医书上并没有说 鸡内鲸能治脱发 那它治疗脱发的原理 在哪里呢 原来啊 脱发的原因 虽然有很多 但总的离不开 补虚 去时两条路子 所谓时 就是有时鞋 比如 浴血 当头发跟皮毛之间 有一层浴血堵住 气血以及各种营养物质 走到那里 上不去 头发得不到滋养 自然就脱落了 好像自然界的草木一样 本来长得好好的 你用一根细线 把它的根脚扎紧 那从地下获取的 营养输送不上去 过不了多久 它就枯萎了 前面说了 肌内精这味药 可以化肌质 肌瘤可以用它来化 囊肿也可以用它来化 而肌瘤囊肿 在中医看来 不就是 痰瘤护结的产物吗 若想把它消磨掉 活血化瘤 是少不了的 肌内精就有这个本事 有瘤血的人 舌边和舌尖容易出现瘤斑 舌下静脉又黑又粗 向四周怒张 如果你不具备这样的特点 那就说明 你的脱发不是瘤血导致的 用肌内精就不合适了 肌内精制突斑 也要用炒过的 把肌内精打粉 每次勾一小勺 大约两克 温开水送服 一日三次 注意 这可不是什么 纸上谈兵之法 而是经过权威刊物发表 获得广大医学工作者 认可的单方 雁方 早在1988年的《中医》杂志里 就记载了一则一案 说有一杜姓男子 三十多岁 突斑多年 用过很多方法 都不见效 后来他就用肌内精打粉吃 一连吃了二十多天 这期间最大的感受 就是脱发明显减少了 又吃了两个月 再看落发处 腥发生长 其实一般的人 平时也可以经常吃一点 肌内精 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怎么吃呢 药店买来的肌内精 是碾成小块的 如果是自己家晾晒的 把它用擀面杖捣碎就成了 肌内精 没法碾得很碎 它很硬 不能直接生吃 要跟着饭菜一起煮过再吃 你可以在做饭的时候 放一点碾碎的肌内精一起煮 比如说 吃早餐的时候 把肌内精放在粥里一起熬 现在有豆浆鸡了 更方便 在用豆浆鸡做五股杂粮粥的时候 顺便抓一小把肌内精 放在里面就行了 要注意 肌内精不会溶解在水里 它会沉底 所以喝汤或者粥的时候 一定要从底下捞 这样才能吃到肌内精 如果没有条件 在家做饭吃饭的人 可以买现成的肌内精粉 每天吃饭时 取出来吃小半勺 全家保健 吃肌内精蒸鸡蛋 有小孩的家庭 建议四季常备肌内精 经常给孩子吃一些 健脾 煮消化 特别好 给孩子吃鸡内精 煮在汤里 孩子一般不爱吃 我们家的传统是 用鸡内精 蒸鸡蛋 不仅好吃 补皮的效果还更好 蒸鸡蛋是最好消化的 特别适合老人 小孩和脾胃虚弱的人 鸡内精 蒸鸡蛋的做法 跟普通蒸鸡蛋差不多 方法 一 把鸡蛋尽量打散 打得越均匀越好 二 往打好的鸡蛋里 加两倍的米汤 放一点点香油和盐 再放一勺鸡内精 三 把材料上锅 用中火蒸 水开以后 再蒸15分钟 关火就行了 记住 锅盖 不要盖盐 要稍微敞开一点 不要用大火 而是始终用中火蒸 小孩的脾胃 比较娇嫩 现在的孩子 吃的东西 还特别地营养 不容易消化 所以 调养孩子的消化功能 是家长的重要功课 消化功能好 孩子营养吸收好 才能长得结实 聪明 而且还不容易生病 这道菜 一家人都可以吃 小孩常吃 肌内精 蒸鸡蛋 不仅 住虾化 还不容易尿床 男性常吃 可以预防脂肪肝 女性常吃 有 调精 通精的作用 老年人 常吃 肌内精 蒸鸡蛋 对预防 白内障 也有帮助 肌内精 消积食的作用 很强大 却不上胃 相反的 还能养胃 对胃溃疡 十二指肠溃疡 都有 调理的作用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 这个视频 并且 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 身边的人哦 那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